我洪鐵 我也沒有做 出一些晚上 不知道怎麼辦 銅牆鐵壁擋不住內賊 宜蘭五劫農會損失近千萬 阿桑擔心的快哭出來 因為存放在農會 保管鄉裡的貴重物品 通通被內賊偷走 所以一早就有很多人衝來查看 已經過不了社交距離 把農會兒籠擠爆了 可能現在可能要等你 下回 大家已經急得向熱鍋上的螞蟻 現場還要領號碼牌等這麼久 才能看保管鄉裡的東西還在不在 很多項鍊都是監視 我婆婆都大條的 我婆婆的 女兒的 媳婦的 很多都是紀念價值的東西 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都不知道怎麼辦 婆婆媽媽哭到不知所措 怎麼樣也沒想到 貴重物品明明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卻被農會自己人給偷了 對整個保管鄉 我媽媽還在那裡 有十分太多 你人沒差 你是不可以的 再怎麼厲害也防不了內賊 農會說 早在13日 就有陳豬人發現東西不見 立刻報警 內部調查發現 備份鑰匙有的不見了 有的封套被破壞 在調監視器果然看到 被農會工作九年的黃信濟工 設有重賢 目前最少有六人財務損失 金額從數十萬到上百萬都有 每個農會員工不忠實的行為 我們有做了保險一個放座 那前退的這個保險金額有兩千萬以上 就有待華燕的判決結果 跟客戶的投影師的內容 我們來做適當的一個處理 向有可疑受害的客戶表示抱歉 農會保管鄉23年來首次招竊 這些不見的東西能不能找回來 才是民眾最關心的突發中心 我們會得到保障 報導 報導